把手放在頭上 把手放在大腿上 把手放在大腿上 需要少許放紅時間 來接觸他們 其實接觸他們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他們令我學到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包容 十幾個主流學校學生 到特殊學校探訪 主動了解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他們更加親自設計攤位遊戲 透過玩遊戲 和做手工打破彼此夾幕 設計遊戲那時 不要設計到那麼深 接合他們的年齡需要 例如他們是中一 但其實他們的心理 可能是小三小四 要明白到這件事 要體諒到他們這件事 初次接觸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可能會覺得有溝通困難 但透過今次交流 不少人都改觀 其實都體諒到他們 是因為有特殊需要 他們都不想的 好像我教那個小朋友 他就不是說 好像洪俊所說 他不是說 你要慢慢去誘導他 他才會說 但就算你不問他 他都會主動跟你說 其實他不是很煩 而且我都覺得他是很活潑 都是肯跟別人溝通 恐嚇的哥哥有自閉症 他就運用和哥哥的相處經驗 和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交流 因為哥哥平時 例如他哥哥平時 就是不喜歡說話 同樣這裏的同學都不太喜歡說話 平時我媽媽就是 用慢慢深入共同的了解才會說話 我就學回我媽媽 除了主流學校學生有得著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亦都可以透過這些機會 多些跟外界接觸 有助他們融入主流社會 多望記者 李樂宇報導